委员长以长江为界 把兵力分成南北两个战场 江北战场规划第五战区 仍有李宗仁负责指挥 统辖二十三个军 主力的部署 围起大别山西北 蜿蜒而下 至于长江北岸 依山傍水迎急来敌 江南战场 由武汉卫数总司令 兼新成立的第九战区 司令长官陈城指挥 共辖二十七个军 主力配置于武汉以东的 长江南岸 跨湖北 江西 安徽三个省份 战线长达四百余公里 南北两军共计一百一十七个师 总兵力达一百一十余万人 这些部队百分之五十 是徐州徒伪所保存下来的实力 在日本这方面 在水淹七军之后 也于七月四日 拟定了新的作战计划 他们的战斗序列是这样子的 总指挥官田俊六 下辖新成立的第十一军 司令官刚村宁寺 主力由安庆九江速江而上 冲着陈城直杀而来 华北方面军第二军 此时也加入了会战行列 由东九迷宫领军 从合肥朝大别山北路指向李宗人的房区 田俊六还拥有五个直属师团 航空兵团 战机五百架 以及庞大的第三舰队 总兵力约三十五万余众 为了发动这次会战 日军由国内调遣援军四十万来华 并增拨军费三十二亿五千万日元 这么大的投资 其目的何在呢 在日军大本营188号命令中 只有简单的几个字 攻占武汉 尽量消灭敌军 如此而已 在淞沪徐州 一次又一次战略较量之后 日本人已不再提三越王华 捕捉敌军主力 一举歼灭等等字眼了 显然 拿下武汉只是大日本皇军的面子问题 武汉会战是中日交手以来 规模最为庞大的一次战争 双方不仅投注兵力惊人 战场范围也十分辽阔 以水陆而言 东起鄱阳湖水域 西起洞庭湖 蜿蜒期间的长江流域 就达六百公里之长 战区内湖泊密布 山巒起伏 由以鳄干接壤的幕府山脉 和鳄碗交接的大别山脉 在这次战争中 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庇护功能 但对敌军的机械化部队来说 就不像黄淮平原那样 所向披靡 威风神勇了 他们只能靠优势的空军 和海军箭炮助攻开路 这意味着 日本陆军要面对的 将是一场空前的恶战 国军充分掌握了地理上的优势 调兵潜将 布下了天罗地网 现在让我们先来看看江北的武战曲 这个时候 李宗仁因为牙痛住了院 由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重洗 主掌兵符 他把部队背靠大别山 分作三翼 山的东边由上而下 分别是左翼 孙廉仲的第二集团军 中翼 廖磊的二十一集团军 右翼则设在山的西侧 由李品仙的第四兵团驻守 江南的九战区 陈城也把防区分为三个部分 武汉地区归卫戍总部 外围以鄱阳湖兵的德安为界 北张发奎的第二兵团 南是傍着幕府山脉的血液第一兵团 部署停荡 政府公告非战斗人员 现8月15日以前 全部撤离武汉地区 只留下委员长行营指挥作战 6月12日 波田支队攻陷安庆 武汉大会战由此正式展开 面对速长江而上的日军 我海军将士与江防部队各备首当其中 为了坚守要塞基地 他们忠勇牺牲了士机 以前曾以专辑做过叙述 在这里我们谈的只属陆战部分 话说钢村宁次的1060团 和波田支队联手过湘口 破马当 湖口 这一路足足打了一个月 到7月25的半夜 九江终告陷落 当年曾在这条战线上作战的国军回忆说 我们湘口 湘山 有两个弹药口 就拿它的炮弹 飞机炸掉了 它从两部分来 陆地上也来 海地人也来 它这边过来都到福口 福口过来都到江西的九江 这边都进破阳 海山 破阳过来都看到陆山 我们退退到九江都到陆山 钢村如果继续向西走 摆在阵前的瑞昌守军 则为汤恩伯 关林征和孙同轩 这几位徐州会战的赫赫名将 以及近15个金瑞士的重兵助手 他脑袋有点发麻 于是便把矛头往南转 进了薛岳的房区 他本想轻取德安 迂回绕过瑞昌 正面再向西打的 没想到却栽了个大金等 原来薛岳早在这里布下了道八字镇 沿镇以带的国军 达十六师之多 七月底 一零六师团悉数南下 薛岳把他的八字一合 团团围住了敌军 一时杀生四起 战况激烈 参与适议的九战区守军回忆说 激烈的事都没办法形容了 那个台湾 激烈的不过那是你看看 军党死囊都要到前方的 都是给敌人的事都入魔战上去了 你看看 那时我们还有恶怪顾问的 我们死的还配偿一个恶怪顾问 江湖那次有十一天没有吃饭 吃水啊 水那个水去这么长 反送不上来嘛 十一天反送来那个毛流这么深 那个时间江湖啊 就在打白痴啊 我打白痴啊 我拍这枪我不要去 他说你都得留手 我说不行 我说我们平常啊 养兵前日用兵一世 到现在你叫我留手 其实啊 那个白痴啊 都怕那个机枪 这个机枪一响啊 白痴也没有了 8月20日 伊东的101生团 陆河阳图在新子县强行登陆 企图营救背后的远军 但又被叶赵和王敬九的部队紧紧咬住 自身难保 日军发觉情势不调 便释放毒气 挣扎突围 事实上 日军打从松户之意开始 就一直做这种缺德的事 在武汉会战中 则更为普遍 参与事宜的国军战士指正如 那日军打的 他不是完全用人打的 他先放毒气 那个毒气放了一队一队一队 他都上来了 那个笔记啊 放那个美兰性打击啊 重打击 那个年少期那个水泡啊 好大一个啊 我们重视好几个嘛 放那个毒气啊 这个人的眼睛啊 骨子像鸡蛋那么大呢 现在你给我看的眼睛那么问题 那也是啊 那些人都是死在怼岸啊 马路两边 那没有防头明具嘛 那什么也没有 我们当兵 那一般一个防头明具 叫这个铁筒子 这个大理 那就是车把头 那个手把水都没有 就扑到脸上 防止啊 9月初 钢村宁寺再派第九和第27两师团 火速师员被困在庐山地区的部队里 但还是被血月给堵住了 至此 十一军的主力几乎完全被困在庐山之下动弹不得 9月24日 陈城下达总攻击令 围剿钢村 异东师团部分日军拼了命 突出重围 向西流窜 想和本间深谈会师 但又在万家岭地区碰上了鱼济石 和欧镇部队迎面痛醒 再度被围 日军为了要杀出一条血路 向我军藏野的山头投掷烧一弹 逢圣法的58师官兵被复活杀死于山头 全师伤亡殆尽 九死一生的贺松浦 回忆当时的状况说 团长第一个受伤了 第一个跑弹打了他的这个把手受伤了 他的死都不抬他一下 他与我们那个 我讲究我现在流远来了 我们那个坛长啊 事实太好了 我到现在都不够忘记他 10月7日 国军发动最后总攻击 越军终于遭到了 七夕以来最为惨烈的重创 这一仗不仅士兵伤亡累累 连各级官佐也折损无数 田军六只好派出 运输机从包围区上空通头 官佐干部 目击者证实当时的状况说 这一条战线从九江开始 打到现在整整两个半月 101 106两个师团三万多人 尽遭国军殲灭 只逃掉一千多人 万家岭之役结束了 时间是民国27年的国庆日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北陆的战况 当时日军是以三十三十和十六四个师团 也就是徐州会战的老班底 于八月下旬沿大别山北陆西径的 迎头就碰上了老冤家孙连仲的部队 从故事已动的前卫阵地到信阳 孙连仲布下了四道关卡 和敌人进行消耗战 第一道 宋西连等在富金山整整守了十天 第二道 日军在商城和小界岭的正面 又碰到了守台而装的三十军 这一意 敌人伤亡共达一万余人 第三道 和张子中的三十三集团军 在东黄川写平了十二昼夜 又是一场恶战 最后 由胡宗南的十七军团 和二十二集团军 把守罗山到信阳这关 直到十月十二月 信阳终于失守 这个时候 武汉保卫战已整整打了四个月 从徐州撤退算起 这仗为国军争取到了五个月的宝贵时间 比陈城的预估多了两个月 九月二十九日 长江最后防线田家阵失守 十月二十二恶成文敌 这仗已经没有再打下去的必要了 蒋委员长于十月二十四日宣布放弃武汉 这天晚上 当他与夫人起飞离地的同时 日军先头部队已开进武昌空城 武汉之战是抗战出起了一场重要战 这一役 国军兼敌十万余众 虽然国军伤亡人数也达二十二万余人 但比起松户的三点六比一 已大有进步了 由于我军在此役中几个战场的优异表现 足以说明敌人并非什么方的神圣 他是可以被祈祷被歼灭的 十月二十五日 武汉三镇虽然失守了 但日军十万伤亡的代价 换来的却是一主动为被动 因为战时躲进山区的国军部队 正护士单单等待再一次交手的机会 我们四万万同房 江沟若靠长兄海 在一支拥着抗的江朝方 江沟 江沟 护巡邦 护巡邦 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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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下之不老 一人心 一人 反之老 独立沙滴 石破绕 独立沙滴 石破绕